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把 漂亮的美国历史 这是小马的 和平者 他是根据小马最著名的 丹洞板击陆军左轮枪 缩小了一些 来做的 专门打二十二长来福 以这把 作人枪来讲 这是二十二长来福的轮子 上面有个纹路 现在放在里面的是二十二 美格南的 轮子 所以他是一枪打两种子弹 这是二十二长来福的子弹 这是二十二美格南的子弹 大家可以看到二十二 美格南的子弹大了很多 长了很多 我个人来讲 二十二美格南是一个非常好打猎的子弹 二十二美格南是一个非常好打猎的子弹 是一个非常好打猎的子弹 是一个非常好打猎的子弹 因为他的串透力很强 破坏力 又比较小 所以猎物打到之后都还能够吃 这一把 小马的和平者是七点五寸的枪管 凯斯加印的 漂亮的一个 枪身 枪把的部分是铝合金做的 所以比较轻 枪管是传统的 蓝色的枪管 这把枪从1970年初开始做 做到1977年停产 大家看这个 八手有美国烙印多么的漂亮 还有跳跃的小马 传统的 牛仔式的 瞄准 我们来看看他的板机 C O L T 所以这是一把 传统小马左轮枪舞物 大家看看 弹洞板机 大概三磅左右 没有任何的旅行 一按就扣 这种单动的左轮枪 要打的时候呢 装子弹先按两个 才能够打开 这个东西 然后里面的轮子 就可以一个一个的装 如果你要细带这把枪的话 最安全是装五发 第一发装完之后跳过一发 装第三发 直到装完为止 这样子 这样子你就可以安全的 细带 因为现在 狼头里面的那一个 空位是空的 没有子弹 非常漂亮的美国传统的一把 漂亮的左轮枪 现在已经停产了 这把左轮枪的准度 还行 当然它不是特别的准 因为它并不是一把比赛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 可以很准 但是打起来还是有点分散 这是在7码 这把枪的优点 有时候也变成它的缺点 因为它非常的轻 而且比较小 所以打的时候呢 不容易稳定 我的经验告诉我 最好就是用单手去打 因为双手的话也不好拿 枪比较小 由于它枪也比较轻 所以打的时候呢 也不容易稳定 所以 如果要拿这把去比赛的话 我是不推荐 但是拔场 练习也好玩 这把是一个很好的手枪 我在买这把的时候很幸运 它还有原厂的盒子在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古老的盒子 上面 充满的历史 在 几十年前 当它的主人 领到它的时候 也是像我们一样 非常的兴奋 在我个人看来 这是一把非常好的收藏对象 因为 因为 将来也不晓得 其他的子弹能不能打 几十年后或许 就只能打 22长来福的子弹 因为这把的年度 生产年度 因为这把的年度 也稍微比较 静待一点 所以现在还可以用很合理的价格来收购它 但是将来 等我们传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我想它的价格应该 会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 非常精致 非常好的做工 虽然拿来收藏 但是也可以拿去打 22的子弹 非常的便宜 可以让你一直练习 有时候很难打准的手枪 更能够练习我们的扳机 与我们控制手枪的稳定力 所以亲爱的枪友们 小马 和平者 Cold Peacemaker After the famous cold single action army 和平者 有枪的地方 才会有和平 祝大家大枪平安 不是 讨厌